暗春食堂 主持 陳榮泰 蔡浩良 見到少了幾碟東西 搬到阿謙那裡 慢慢吃 慢慢拍 我在我面前看到一個叫牛泉梅 有些名堂 好像獲獎 沒錯 我們去參加食神信八戰 做這個菜出來 都五年前 不止六年前 新城搞的 沒錯 新城搞的 公不公正嗎 有沒有要付錢才獲獎 沒有的 但怎樣說 你要下廣告 參加 沒錯 參加費應該這樣說 但都挺公正 不過我們很幸運 剛剛的評判喜歡吃這些東西 入十大嗎 好像拿了第二名 都沒有十大 因為入了十大 然後再拿第二名 好像八十幾間店 有差不多的 你入十大很厲害 他們雖然不公正 拿第二名 雖然他們多數不公正 不過不公正都挺公正 所以我們不會拿冠軍 你原本是冠軍 差一點點給第二 對 給一點點 那些食物是出位 牛串梅 牛串梅 就是有些人又想吃這些 又想貪心的人 因為裡面有牛腩 牛肉 牛舌 牛肝 就不適合你了 因為你不吃牛 這四大牛 其實牛腩是我們的主菜 我們買了最多的東西 最多的牛腩 那些人說 我又想一個人來 我又想吃牛腩 又想吃牛筋 那不可能吃四樣 那我們就出了牛傳會 和海鮮集會 但海鮮很難去參加 因為那些材料要煮 又要擺一下 擺一下會冷了 和這些東西會縮 牛這個東西 就要堅挺 它放在那裡 它就不會倒進去 或者縮水 所以就拿了獎 就是這樣 這些牛腩是不是急凍的 不是 新鮮牛腩 因為我們這些牛腩 全部是新鮮的 就是牛肉 牛腩 牛腩 牛筋 和一個供應商 對 沒錯 因為為什麼我們不用雪 雪會縮的 還有這些肉 譬如這麼大塊牛腩 它會縮到這麼大 而且質地是差一點的 就是牛腩也是嗎 對 牛腩也是 有鬚味不同的 真是新鮮牛腩 但這是艱苦經營 牛這幾年間加了 所以我們的價 由三十多元變成 現在六十多七十元 真的很慘 所以拿獎的時候 可能是三十多元 拿獎的時候 都是四十多元 這個牛傳會 都是五十多六十元 現在就要八十多元 但如果你這麼說 其實跟通脹差不多 一些人說便宜 但問題每個個艱難 對不對 收錢當然想多些 但付錢的時候想少些 這些是正品來的 但我覺得可以 你牛的 我自己 我先不要說別人 別人與我無關 我們一定要用新鮮 因為如果不新鮮 出來的效果 真的不行 譬如現在 潮流很流行 喉安腩 什麼什麼 那些就是用巴西雪 牛腩腩 就是大家 喉安腩 我以為是新鮮的 那些牛腩腩 哪有這麼多 一條 哪有這麼多牛腩腩 是呀 真的沒有 他給你美國便好 有些是巴西 巴西的 巴西那些 很騷的 我們街買兩大條 都是五十多元 是呀 我們試過一次 那條東西這麼大 然後吃肉 是呀 它因為 啤水和雪藏 啤水和雪藏 是呀 哇 好厲害 而且那些軟骨 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巴西那些 煮一煮時 一塊塊都脫出 好像有粉 不知為何 就是不可能叉 那些是假的 沒錯 你沒有聽過 100年那些肉 줘 沒有 18年的雞翼 不算 18年很好 100年 所以我們主張用新鮮 價錢貴點 現在唯有是薄利多銷 起碼我們吃完回來 就是說,這個文明還可能 titre那幾款是最好的 시고 đó 基本上 bile有兩款 所有人來吃東西都有 有一個咖喱雞,一個牛腩 沒錯 攝影師 201 蛋白 是咖喱雞,吃牛的就是咖喱牛腩 羊是比較偏的,但羊我為何推薦呢 這裏的羊真的可以煮,有少少羊的酥味 讓人知道有羊的味道,有膏 而裏面又嫩滑,即是這個 比我有那些在幻想的是 吃西餐有些和你美女朋友慢慢去嫁 為何我一路都不吃,後來我才吃羊架 在節目完結的時候我才來 因為我擔心刺到鏡頭面前不好看 因為我沒有刀叉,但我發覺原來 是可以很輕鬆很嫩滑地吃 所以我下次來,我第一個會叫咖喱羊架 但我很好奇問,作為甘春食堂 現在我不是眼前所有的價錢 是要另外叫飯,是跟飯的 可以送一個飯或鹹薄餅 送的,即是有跟的,這樣就OK了 吃光了,看不到 因為我去吃過,有些叫完碟東西 飯10元,薄餅15元 現在是送一個飯或薄餅給你 我們的餅是麥餅 現在潮流說懶靚,手渣餅 其實薄餅當然是手渣的 不過他們賣得更漂亮,更漂亮的照片 因為你不能馬上做,一定是用手做 即是你怎樣做,買定的那些 當然是不行的 因為我們這些沒有混合法粉 如果你不馬上做,馬上做 根本就出不一樣的 煙韌的感覺 九龍城清真是否都是巴基斯蘭的 是呀,他們不是巴基斯蘭的 是清真,他們是回教的 那些一定沒有你的洋蔥蓉 是呀,但他們有他們的特色 他們又辣 其實辣到我覺得是你們個人喜好 你想怎樣辣,但他那些是不同 他那些是回教 其實是巴基斯坦 不是,巴基斯坦也是回教 不過他可能用清真就是over所有的東西 他沒有一個地區代表 他沒有一個宗教代表 像是德國的汁 他們因為有巴基斯坦牛肉 或者牛肉包 牛肉包 那些東西 他們就告訴你 我們這些牛肉是唸過經的 因為給他們那些回教徒吃 我們這些其實都有唸過經 我真的好奇看到 我眼前有一個叫咖喱鳳爪 這些 是甚麼來的 咖喱鳳爪 因為我們那隻雞 他整隻給我們 我們叫一隻雞 連雞腳 我們斬了出來 最初他問我們要不要 我們當然要 自己都 沒有來煲湯 沒有 大家吃得多 就有點厭倦 不如試咖喱鳳爪 又可以賺錢 還有這些是新鮮雞腳 跟你外面那些 一包包 經常買冰鮮雞腳 又是不同的 味道 喜歡選 選骨頭 很棒 亂 就像我們以前吃街邊 那些 醃雞腳 紅色那些 劇情 真的很過癮 這些是小食 我們勿盡其用完所有東西 越來越旺 我們訪問的過程中 都知道了 因為已經接近晚上晚事 這裏有個特色 就是它有個下午茶 是呀 被人試吃 那個下午茶還可以 是呀 如果來講 好像都是 是不是五十元 是呀五十元 五十元 因為生意難做 所以大家薄利多燒 做一做那個劇情 讓大家都可以 吃到我們的咖喱 讓我們有生意 而且他們試過好吃 下次便會吃 是呀 這樣便是呀 沒有辦法的了 現在這個環境大勢所趨 還好像跟著東西喝 五十元 不是 五十元 加五元 有罐汽水 五元是超便宜的 差不多成本價 差不多時間 比如 Pat姐你都三十年 這麼久 有沒有些有趣的客人 你記得 有趣的客人 有些來拿個鍋 叫你只煮咖喱 那些 他們會 因為他們開派對 他們便拿個鍋來 整個鍋買回去 自己 自己丟料下去 不是 當自己煮 自己煮 即是整個咖喱 是呀 我煮的 因為他們去開派對 整個鍋 每人要煮一樣 加牛丸就可以了 整個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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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煮咖喱牛腩 我煮一鍋 他們便來買一鍋 假裝 各人有各人的客人 奇奇怪怪的人都有 但是 你客人是有八種的 一樣不一樣八種人 有沒有些人離開了香港回來 有有有 Gerga沒有 日本人就很多 剛剛最近來了 來了一個 就是二十幾年前 他說 我很久沒見 你不是在香港 是呀是呀 二十幾年前 在香港打工 是呀 就來這裡吃咖喱 因為日本人真的很喜歡吃咖喱 他說我不喜歡吃日本咖喱 我喜歡吃你們的咖喱 因為多些洋蔥渣 所以就是這樣 其實他說 很開心 你還在這裡 二十幾年後 都還在這裡 我說暫時都還在這裡 因為業主還沒加我租 你放心 我這裡看到生氣 一到差不多 現在五點多鐘 開始吃飯時間 這裡開始 我們都不好意思再訪問 差不多的時候 哇 要立刻還原一張桌 給別人 諸如此類 在尾 我想問一下 其實 我在香港 我曾經在香港 大行那邊 我試過想進去吃 這個阿龍咖喱 你都算是 每個人都有成功失敗 不如說一下失敗個案 失敗個案 就是因為我知道 你在天候的路線 為什麼呢 其實 我的失敗就是加租 我們沒有失敗的 其實應該這麼說 每間店舖 去一個特新地方 就要吵客 告訴別人 我們在這裡 頭一年一定是失敗的 但第二年 我們開始 一開始 就慘了 業主見到你 就在門口按你鐘仔 你不要拿升 是啊 因為我們又賣廣告 不是賣廣告 是別人賣我們 多人賣廣告 對 幫我們訪問 出了牌頭 他就說 哇 要按我們的號碼 一按我們的號碼 就交我們租 一交我們租 就是失敗的賬 我們不能支付這麼貴的租金 就只有離場 不過 學會很多東西 雖然你說 錢虧了 譬如裝修 因為裝修費太貴了 現金社會 但我學會很多東西 譬如我們 這個咖喱不可以去某些地方開 譬如去 只是做飯事 即是午餐 即是寫字樓區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九龍灣 不可以的 可以觀塘 或者長拉 不可以的 我們一定要有夜晚 因為我們的夜晚多於日頭 還有人的思想是 吃咖喱 一定是夜晚 怎麼會日頭吃咖喱 跟加火鍋一樣 是的 但現在變態了 下午也可以加火鍋 還有夏天也可以加火鍋 所以很難說 所以現在 老實說 現在來的九成 都是熟客 全都是 大家都是粉絲 靠他們捧場 所以我們繼續可以生存 就是這樣 現在還有多少間店 還是這一間店 我們因為支付不去昂貴租金 Fellow 想要專心製造也好 是啊 還有些人叫我們 轉牌頭 轉牌頭 轉別的下 為咖喱炒火鍋 咖喱炒醬 沒有啦 沒有差不多 或者猙炒 我的範疇不是這樣做 免不倫不類 我不蒸咖喱 我又剩別的ors 這些咖喱又不行 舊客又走了 新的我又不能坐一会 有個食物是否正宗,咖喱炒飯? 咖喱炒飯是沒有,正宗的食物是黃薑飯 黃薑粉那些 他們用黃薑飯炒飯 其實他們都不會怎樣吃飯,因為是吃鑊餅 飯是超沙,很餓便吃 他們用印度的米是白色的,長身 我個人就不喜歡吃這隻泰國米 有Ellen生氣了的醬汁,嘩,咳嘴 難怪你的飯這麼好吃,不是大陸米 不是,是泰國米,一定要 米都要選擇,我們以前不太懂 因為剛剛割了一隻,我負責,有些東西不太清楚 隨便有人來問,咖喱姐,你可不可以光顧一下 他們又說,原來米都有道理 我們不可以買淋米,西斯米,日本米,拌麵 那些全部,是一定要硬身的泰國米 因為煮出來是硬身的,因為我們要拌汁 如果淋的,倒進去就像吃虎仔 一坨一樣 那些人就說,嘩,就是雞因這樣 那些什麼澳洲絲苗那些就不可以了 那些那些不可以了 那些那些不可以了 那有人用,譬如壽司要用西斯米的那些 即是膠質又重 沒錯,我們這些就不可以了 一丸用膠質七四斤 明天又少一班客人 這個食堂呢,就是要用心去煮之外 去選這個食材也是很重要的 是啊,因為你自己想 如果你想著你流水客的 你就隨便給別人吃,不搏你回頭 那你當然是隨便 但是我們是搏,壽死長流 應該這樣說 你們都不是搏,你們是搏打搏殺 是要這樣做 搏就是搏完一劑之後就不用做了 是的,那些就叫做 我們的俗稱要流水客 但是我們要用細水長流 要熟一下,全部熟一下熟一下 會好像三兩天 或者不要三兩天那麼近 或者一兩個禮拜他要來打一次針 打一次針,不是打一次卡 阿中就是 是的,打一次卡 阿中最喜歡吃什麼 咖喱雞,他最喜歡咖喱雞 我想留一雞腿給你,阿通哥 他叫完雞就吃咖喱雞 哇,這樣就 可以殺菌 這裏這裏是一般的,不要在這裏叫 這裏有很多飲滑的街 這裏沒錯,大太大 所以你來這裏就是 老婆帶老公來這裏看 只吃咖喱就算了 是的,沒錯 沒有看定力夠不夠 沒有看定力夠不夠 大致上我們那些用心 我們要做良心食店 差不多 現在這裏很差 幾十年,有沒有後悔過自己不買店 有,但問題是 以前沒有想到這麼瘋 現在是他肯賣 但我哪有這麼多錢 三千多萬,四千多萬 我有三千多萬,我去做阿靚太 你看我的手手腳腳的印 是我們包油,辣了,戒了 這裏就是錢 如果我有這個錢 我就應該去做阿靚太 茶子甲 High Tea 對嗎 是嗎 那裏是內在美 浮誇的事 不用說 別人要做浮誇的事 我們要浮誇 內在就是內在 因應劇情需要 但我也這麼說 林美,我自己是推介養架 阿靚太,你覺得這裏最好吃 你當然是說養得好吃 是啊,沒錯 但我真的有個客人 你什麼都不懂 來到,你第一時間 你會推介他吃什麼 那我第一時間 我都會問他 告訴他 如果你想吃濃味的 就咖哩牛腩 咖哩羊 這些是濃味的食物 如果你想吃 鮮味的食物 就吃海鮮 魚、蝦、雞 如果你想吃濃味的食物 鮮味的食物 就吃咖哩鞋 有些人是故意 我們以前 因為剛剛還沒開放大陸 就剛剛給一些好笑來 廣州那班大陸人 他們來 因為以前沒有那麼大隻蟹 我們都這麼大隻 他們沒有那麼大隻蟹 他們來的時候都是吃蟹 就突然打包回去 偷運 你講時價 通常那隻蟹 有很多 跟嶺 跟嶺 對 他們大陸以前 是小小隻 是掩仔蟹 或者小隻 沒有那麼大隻 他們來到 哇 那個蟹那麼大隻 就像我們那些白花樣蟹 很大隻 哇 扯得很開心 而且他們 沒錯 那麼上下 我們沒有那麼 因為那些很貴 我們用 尺寸小一點 但質地 跟他差不多 都是有實力的 肉實 沒錯 實力的 不可以用膩 下次試一試 不怕上鏡 都可以試一試 我當然是自己 跟老婆來吃 好 現在不是女朋友 老婆 不是女朋友 已經是我們 已經成功了 做了老婆 是吧 恭喜你 好 差不多了 馬泰哥 差不多了 還有這些 我們要做白餅 混在一起吃 不要浪費 好 好 現在繼續去做一個 手炸餅 手炸餅 其實很感謝我招呼 我來這裡 還有我覺得 一間好的食肆 是不需要給錢 別人去做宣傳 是的 我沒有錢 或者不需要給錢去拿獎 好吃 自然有人上來放 是的 我相信是口傳人 以及自己 用自己的食材去證明 口鼻很重要的 證明這東西好吃就可以了 別人說什麼 你不要管別人 別人又說我吃到我肚子 我們今天是完全吃完桌面的東西 就不是一般所謂 我們那些飲食雜誌 是不斷嘗試一下 就散啤 掌音兒那些 我想都是不斷嘗試 不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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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 全部都吃完了 是啊 他最尊吃甜餅 他又好像你們那樣 又是不斷嘗試 那我們真的要Encore甜餅 是啊 好啊 我現在又去製造個手宅 甜餅什麼吃 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 其實透過訪問 就希望 告訴大家 這個區 就已經開放給香港市民 多點來 這裡就沒有什麼大陸人 所以大家回到 PAT姐的良心食店那裡 Google咖哩 Google咖哩 支持本地良心企業 對嗎 PAT姐 對 對 沒錯 多謝 我現在又去製造個手宅甜餅 給他們吃 多謝 拜拜 拜拜